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嗨 各位天安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宁海洋 我们谈论月报日事 农历11月是国历的12月1号到12月30号 在这个月当中是丙子月 丙子月我们先来看看 农历11月丙子月 天童化鹿 天姬化田 文昌化科 连生化晶 这四颗福星到底会带来我们什么样的效应 基本上来讲天童星它是一颗福星 化鹿是一个好的事情 天童跟天良如果在隐宫在老虎的位置 跟火的位置的话 一生比较飘荡 四处会奔波 所以在隐身就是四生地 四生地也是代表动荡 所以如果你的天童星跟天良星 是在对宫的话就一生共产 好 那么天童 如果是在中午的位置 在马的位置的话 马头带剑格 你就带你打仗的 你就很厉害了 好 那么天童如果犯了四煞 比如说 寝阳陀罗火星明星 容易受骗 天童在四公在十的位置的话 生活上会比较不简便 所以天童星它是一个懒惰星 其实也是说它是一颗福星 但福星就比较懒 不会那么勤劳 所以天童化季的时候 反而是好 但是这个月天童化路 所以大家还得小心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天机化全 大家都知道天机就是朋友 也代表天上飞的被积压 还有代表友邦国家 所以做天机星的人 通常都比较动荡一点 那天机化全呢 如果跟天梁星在续工 它是一个好的星 这个就是很善谈的 讲话头头是道 而且它有老乘之重的性格 那这颗星呢 基本上喜欢跟天梁放在一起 比如说它给你很多的建树 它的言谈之间 会给你很多的资讯 这是不错的 那天机跟天梁同在隐僧宫的话 一生都是立业聪明 它可以当官 而且非常聪明 但是呢 在深宫在猴的位置比老虎的位置更好 那天机天梁呢 守命宫呢 是十如祥之的 所以呢 既然呢 它是因为天童化路嘛 所以天梁星呢 它是不会化季的 这种呢 是比较呢 有慈悲心的 如果呢 天机巨门在宝宫 在宝宫的话 在兔的位置的话呢 白手起家 但是呢 它是比较没有办法享福人 就是比较劳入命了 那天机巨门本来就比较动荡一点 天机太阴呢 如果呢 它是坐在一起的话呢 通常呢 都是远射他乡 比较会到国外去 化季呢 多行灾 家宰婚女 亲人会有损 就比较容易有损 伤亲人的情况 那如果是指挥化 可是这颗心是很好的 指挥心代表是像很高位的职位的人 这个以前叫皇帝啊 或者大官大臣啊 这些都是 现在的话 当总统呢 行政院长啦 地法院长之类的 叫指挥化合 而且呢 声明远过 指挥呢 天府心呢 如果加这颗天府心 天府心是财路心 财库心 他如果在财富宫 或者在呢 你的田宰宫 那就是呢 全路呢 兔设屋 非常有钱的有钱人 那如果子威跟贪狼在宝宫 在兔子的位置的话呢 如果碰到天宫地劫的话呢 通常一般都是为生为女 出家的和尚名夫 通常都是这类型的 他对世俗会看破 那七杀化权为真详 加攻王就虚拟了 所以呢 子威加七杀的话呢 他能化七杀 但是加到呢 化权的话 化科的话 是比较好一点 他能够化七杀科 那子威破君的话呢 没有吉兴的时候 就糟糕了 通常都是凶死恶利 这个之徒 就是贪官污吏 坐监犯科 这类的破君 所以破君他的专稿破坏嘛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是子威贪囊心呢 桃花贩主 就是说他很多的桃花 甚至他跟他老板 或者他长官 他都可以搞上 所以这个一生桃花都是 淫乱 邪淫之人 那如果子威有毒腐又臂 天不天相 君臣庆慧 富贵双全 这种人命都最好 子威喜欢有天府天相 然后呢 有罗辅右臂 如果这四颗星 其中有两颗就可以了 比如说子威天相 子威天府 都是非常好 那子威武曲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如果呢 他有犯阳陀火灵 比如说有秦阳阔罗 火星银星 那通常的话呢 七宫祸乱 就是呢 他在宫衙门的话呢 也是属于那种贪官污吟之类的 黑污取星呢 他会化祭 所以呢 跟钱财有关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其实有很多联征化祭 他是因果 你种什么因会得什么果 所以联征也叫五黄煞 五黄煞通常呢 在这个月呢 会犯五件重大的错误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求星 就是被关 做这个话说 是不是要被判刑被关 所以他叫求星 联征七杀呢 会因财持刀 加阳刃也是一样 如果有阳刃心 联征七杀阳刃又化祭 因财持刀而化祭 然后呢 就杀伤了别人 这种人都要坐牢的 甚至被枪杀 那联征化祭呢 如果是加上呢 请阳陀罗呢 加囚难逃 就是一定会坐牢 那如果联征呢 在夫妻宫化祭 婚姻不美 然后呢 常常就会生离死别 这个呢 通常一般来讲话 就是很早就死掉先生 或者很早死掉太太 夫妻就生离死别 那要不然就是离婚 收场 那如果联征加陀罗再几二公里 都是暗急 你看不出来的疾病一大堆 联征呢 在隐真宫最好 雄树朝圆这个 如果在隐公或身公是联征又化卤 这个通常一般都会做官 而且呢 有人送官位给他 叫做雄树朝圆者 女孩子的话呢 也能够做大事业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呢 联征喜欢做在隐身 这两个工位 好那以上呢 先跟大家讲解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月的星座的话 土星逆行要到11月15号 那我们有讲过了 已经过了嘛 土星逆行过了 但是这个月有三颗星逆行 木星逆行到明年的2025年的2月4号 木星就是太岁星嘛 那在星座专家来讲的话 木星是一颗大地星 那么天王星呢 他逆行到明年的1月30号 就是说2025年1月30号 海王星会逆行到12月7号 所以再过一个礼拜以后呢 海王星就不逆行了 所以这个月呢 有很多土象星做很辛苦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 土星需要明王星的帮助 那为什么明王星他可以帮助他 帮助他达成商业的目的 而且呢 也会让人心呢 这个思想的转化 他的目标 比如说你本来做这个行业 你想转到另外一个行业 比如说我做餐业 我现在想去做旅行业 我做现在科技业 我想增加呢 百货业 例如这样 他会转换他的转发目标 带给土星的利益相当大 比如说我现在做股票 我想去做买卖房地盘 这个也是转换 但小心有财务遗产的麻烦 比如说你现在有钱 有房子 家人很多那就会产生一些兄弟姐妹的纠纷 或者呢 儿女之间的纠纷 夫妻之间的纠纷都会产生压力 权力斗争 而呢 伤害感情 冲突 所以呢在这个月当中呢 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五黄煞冲场五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呢冲突 第二件大事呢伤害 第三件事情的话呢意外 第四件破财 第五件的话呢生病 那这些五件事情呢 都是跟我们生活 以及我们人生 息息相关的 好在这个月当中呢 我还是要提示大家特别注意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 鼠鸡的今年有子威隆德 很满钵满 非常的好运势 贵人也很旺 一飞冲天 这个鸡就变成凤凰 所以你是一只彩色的凤凰 农年当然有暗和到太岁 所以你也受到一些波及 波折也会多一点 而那个鼠龙的出状况 你就会受到他的牵类嘛 但是这个月呢你有堆跪 还有山河 路存心在哪里 在属蛇的位置 那属蛇的跟你是不是山河 小龙跟你山河叫做龙凤 这样你们知道吗 因为小龙就龙 那凤是鸡 是不是就龙凤 在这个月当中 你就是龙凤配了 好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属西的朋友 到底有什么样的好运 还是要注意些什么事情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 属西的在工作运上面 当然会有比较 财运上面各方面都会比较好 不管你是走国际型的 或者走专业型的 开店面的都相当不错 上班族也很好 上班族这个月相当不错 所以工作运营上面 要积极面对的你的工作环境 而且要深入的了解 加强你的专业 贵人就会出现 那当然在工作市场上面 感觉好像被人家打压的 属鸡的朋友 这个月会有明显感受到 和谐的人际关系 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助力 只要你持续展现自己的高EQ 那么以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所有的难题 属鸡的朋友能够坚审不拔的精神 将会吸引许多人对你的注意 所以甚至会有一些 不管是男女性的贵人 甚至你的同宅的贵人 展观的贵人 家庭的贵人都可以帮助你 那当然也会帮你伸出援手 只是你要减少犯错的机会 这个月你可能会有一些失误 比如说判断失误 或者人际关系上的失误 钱财投资的失误 都会有或是没有 所以你要怎么样 带你自己走出困境 这是最重要的 那这些贵人运 其实可以帮助你走出一些困境 不是去借钱 而是多听 听听别人对你的建言 当然要比你有 更有能力的人的建言 可能对你更好一点 或者经验 法则更强的人对你的建言会更好 那在职场上面的关系 有一些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 那些比较温和的 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建树的 那如果你常常跟他们在一起 你也会学着他们那个样子 建树会比较少 所以你要反而找一些 比较积极态度的 我刚才讲过 第一件事就是积极面对你所有的事情 所以你要找那种 比较有power的积极性的人 跟他做partner 或者跟他多合作 我相信你在这个月 就会走出困境了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爱情运 爱情运 你可能尽量有想结婚 好 单身的人 爱情运非常好 所以近期受到爱神的眷顾 爱神的建设向你 好 所以不妨 好好加把劲努力一下 把这个喜欢的对象带回去 真正的可以嫁一个好老公 当然属机的朋友 他会比较注重什么颜值 家事各方面的条件 那我觉得门户相当也很重要 差距性太大以后很难磨合 所以我还是觉得还是要不要太过差距太大 那么你每天都会有一些喜悦的感觉 因为对方给你的爱非常强烈 所以有伴侣的朋友可能也有 可能老婆有怀孕的机会 那也有可能未婚怀孕 所以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 那伴侣对你应该是比较无为不自的呵护 相当好 那或者你也可以收到一些亲友寄来的喜帖 那就去沾沾喜气了 好 让你也可以沾些更好的喜气 其他人可能生的宝宝送红蛋来了 好 这个我们就好好接受他 因为喜事多接近喜事 对你的运气会更好一点 好 在健康运上面 可能要特别注意身体有一些警讯 健康运不是那么好 有时候对很多事情皮肤起敬 或者压力太大的关心 可以对过往热衷的人事物有点缺乏兴趣 所以当然不要管别人闲事啦 因为健康要先管好 如果家里的人健康也不好 那你就会受到他的影响 留意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 因为这些都是你 有时候郁闷 或者常常的皱眉头 或者一些工作的好事情 没有办法处理的很好 就让你这些都会生病的警讯 都要特别注意 那建议暑机的朋友 可以找一些你的亲朋友好友同学 愿意跟你聊天的朋友 否刘聊天 触发自己的心理压力 但不是抱怨 触发压力不是抱怨 也可以尝试寻求 或者心理疑似的智商也蛮好的 但不能一直 把自己调到泥造里面 健康的泥造里面 记得看医生乖乖吃药 好不好 做运动多喝水 多睡觉 这是五大法门 好 那在钱财上面来看 要量度维除 避免与人之间的钱财租分 好 财运算是这个月 还不错啦 第一个呢 因为会到露存心 上个月签移工有入球 你看你说 天资交往你相当好 所以应该说 你这个月也会赚得很多钱 尤其在业务上面 好的朋友 定单一笔接一笔 那签约一单接一单 非常恭喜你们 主机的宝宝物 应该叫你第一名 不应该叫你第二名 因为这个月是属于蛇的朋友 小龙的朋友 但是你要留意 因为有雄心能量的影响 也会让你尽量不要人 跟人家金钱上的往来 以免破财 那合伙或借钱给其他人 会发生金钱糾纷 特别注意 好 这是属于的朋友 那你的幸运色是金基独立 就金色的 像我这个金黄色 太阳的金颜色 粉红色的也可以 那紫色的也很好 贵人的生肖是属蛇 还有属兔这个月还好 所以找属蛇的朋友 属龙今年不行 因为属龙今年太岁 所以你会受到它比较大的影响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属狗的 好 属狗的这个月平平安安就好了 鼓励的12月是平安为主 没有太多吉星 也没有太多凶星 但因为今年还是什么 太岁正冲 太岁正冲代表什么 运势不是那么旺 上个月还不错 上个月没有属兔的 有财入星跟你六合 但是这个月你要奋力而为 所以属狗的在工作运上面 要掌握正确的资讯 取得同事老板的认同 真正合作朋友的认同都很重要 那如果家族企业也是一样 职场上面算是顺遂 如果这个月想找工作 我觉得你会找到 不是虽然不是非常理想的工作 但是还勉强 还算是有顺利的工作 那我建议你先做着先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份工作 我觉得不工作是不行的 但也不要太忙碌 那如果你想说这个月我这个月的薪水 找到工作薪水比之前少于少很多 那你这个要不要做 如果工作压力不是太大 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先接受 在关键贵人的协助下 要掌握正确的资讯 也可以让贵人来协助你 帮助你找工作 因为你今年毕竟是犯太岁 太岁症作是吧 无债并有祸 很烦 所以你今年如果是负贤在家 有很多人就干脆说负贤在家 也不错啦 多跟家人相处啦 虽然钱少赚一点啦 但是多跟家人相处 所以出口的朋友 可以运用手边的资源 来奋力突围好不好 来奋力一搏 那只要你不要畏惧有些艰难的 面对现在出现的挑战 可以在最后可以赢得众人对你的惊奇 你这个月可以做出一些惊奇的事情 但是我劝你 比如说买房买地建屋 这些都不适合 因为还没有走出这个年份的太岁 农历12月过后 明年就是大好运了 所以现在可以做计划 但是有时候计划会变成什么 计划不如 变化 突然间来个青盆大雨 突然来个什么东西 让你本来预计好的事情都又延了 或者没有办法如今进行 会有这种情况 那至于上班族也是一样 你做好的计划 老板好像看起来对你有点意见 而且不是一点点意见 是很多意见 那你也不用生气 因为寻老板他要求的更严谨一点而已 你自己也曾从这个当中 学习到更精进的一些方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开情训 有时候跟对方讲话要三思而后行 不要一下子大大大什么话都乱讲 那所以有时候感情上会忽冷忽热 好像有时候就吃冰淇淋 有时候就是去吃火锅一样 真的 你们的感情就有这种忽冷忽热的情况 或许对方就干脆就想说 跟你提分手了 你惨了 你就很爱他 就不要提分手 那你就不是说 好 你分手就分手 很多人就说 好嘛 那你要分手就分 结果自己回家以后就很后悔 对不对 所以也不要随意讲话 说话要三思而后行 所以单身的人可能因为你有喜欢的对象 还有那些态度上面 让你感到有点焦虑 一个矛盾的 好 不知道该如何呢 跟对方相处 那如果真的不能相处 当然要谋合了 如果不能谋合 稍微缓一缓 不要常常见面 那反而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 对感情的帮助会更大一点 那如果有结婚的人 什么老掉牙的问题 以前你怎么样 他又怎么样 你又怎么样 讲这些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老掉牙的事情 那牙齿都快掉光了 你还在讲这些事情干嘛 对不对 牙齦也坏了 也烂掉了 还在讲这些干嘛 这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也不要惊出一声冷汗 有些时候对方骂起来很凶 那我建议你有听没到就好了 所以有任何的 想产生分开的念头的人 或者想离婚的朋友 要三思而后行 以免发生无可挽回的悲剧 如果是有小孩还小人 我建议大家冷静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去酥酥压 按按摩 看看电影 或者约朋友 喝喝咖啡 唱唱歌 都蛮好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 健康运劳身体健康 开始抗议 有一些可能过度瘦弱 有两级的情况 那你是不是因为压力引起的过度回报 像我就是压力引起的过度回报 一年胖了8公斤 吓死我了 这样剪肥男 一下才剪2公斤半而已 剪了2公斤半 像在剪4公斤 还要再重 因为精神代谢差 年纪老了 大了就会这样 精神代谢差 不像年轻的时候 三餐饭不吃 隔天瘦1公斤 这样没办法 所以饮食还是要正常 好不好 但是不能在晚上吃太多宵夜 尤其是油腻的肥肉甜食要忌口 所以你的健康运最主要是 包括你的工作奔波 忙碌而引起的都会有 所以本来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你稍微谨慎一下 酗酒了 这些都不好的行为 那另外最好 紧密的去安排一场健康检查 因为你要记得播出时间来关注这些健康 没有健康拿起什么都没有了 就算让你有金山银山也用不到 所以要天天都要想想 多关爱自己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金钱运 财务上面 你在今年是超支的啦 要什么 赚的钱少 支出多 或者你付钱在家根本没有收入 那就算去打个零工也没赚到什么钱 脑袋关要想一想 钱很重要 但是也不是说当守财务 那你本命就是有财库 所以你会有那种未雨绸缪 不会挖东墙补西墙 这个还蛮好的 但这个月的财务还算平稳 要注意这个荷包 如果因为想犒赏自己平日的辛劳 或者希望能在特殊的日子 给家人一个金属 也是要垫垫你的口袋啦 常常这样花 有些时候 急需用钱的时候 就会找不到钱 所以一不小心就超支了 不过也不必要太过担心 只要提前做好财务规划就好了 比如说你有三个存折 这个存折是缴你的什么房贷的 这个存折是家用的 这个存折是你的娱乐用的 你自己好好去规划一下 这样子对你来讲最好 记账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好那你这个呢 避免荷包 常常都是饮吃饱粮 饮吃饱粮的意思是 在饮年的时候 饱年就先拿来用 到饮年饱粮就先拿来用 这样是不对的 就是说你有累积的财务都先用掉了 好幸运色 幸运色是暗红色的 属狗的褐色的也可以 那白色的也可以 那你今年尽量穿一些亮色 像我这种亮色系的衣服是最好的 如果不善于打扮的人 我建议你擦擦口红 把你的肤色看得更亮一点 运色就更旺一点 不要不修蝙蝠 很多人 胡须也不刮都不修蝙蝠 看起来脏兮兮的 我们一定要害怕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的生肖 属猪农历11月 我看一下 堆长生 结煞 孤城 有进入堆柜 有三个是好的 两个是不好的 结煞比较严重 孤城是有点孤僻心 所以属猪的朋友在这个月当中 我们来看你的工作事业运 应该说也开始好运不断 你上个月因为会到入存心 所以你的运势其实开始起来了 本来摊在死的沙滩上躺平 现在可以站起来走路了 好又走出沙滩了 走上平坦的道路了 没有办法一飞冲天 但是康庄大道就在你前面 所以事业运是畅旺的 受到极新能量的加汇 属猪的朋友在这个月 迎来不少令人喜出万万的好消息 你的迁移工也很好 为什么你看到 上个月事业工的财入心很好 这个月迁移工的财入心很好 如果你跟海外做生意的话 远方做生意 或者远方求财都是相当好的 如果有机会外派可以接受 比如说派到国外去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关系 也可以代表说你在海外 受到人家对你的专业的重视 或者对你的青睐 你也可以拿到更多的订单 甚至在当地有很多的贵人可以帮助你 你有令人喜出望外的一些好消息来 工作表现受到肯定而被拔着为主管 或者收到公司给你跳槽 前公司希望你再跳槽回去 给你加薪有可能 甚至推出的产品创下 公司前所未有的超级业绩 所以属猪的朋友 稳定输出你的实力好不好 必定能够在职场上 走向登风造主 你不能当一头粉红猪 也不能当一头懒惰猪 要当什么 当一头猪 山猪的前进动力才更强 山猪就是想尽办法 要寻觅你要的东西 不是吗 他的各方面都会更强而有力 那我们来看爱情运 如果有跟你不错的同好 就可以好好来交流一下 如果是有旧的恋人回来 爱情可能会有些旧的什么 前夫、前妻、前女 都会回来找你 这个预言很特殊 而且也有可能是 你已经谈了很久恋爱 人在远方的 天天都跟你用email的那种 在网路上谈恋爱的朋友 可以找个机会见面 免得他的P图是假的 看到本人说 像一头猪一样 那就不得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你要好好地去交往一下 今年基本上可以交往到不错的 这个月可以交往到不错的对象 如果是海外的朋友 也可能是已经是留学的 可能海外念书的 也海外工作的 这些都算了 外的国籍的也算 也可以约对方去开一场 比较两个相同喜欢看的电影 也可以重拾热恋时的甜蜜 有助于两人感情升温 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是一样 来我们看健康 健康要改善健康 你这个月的健康 还是要好好改善减肥 改减肥要再减肥 腰围不要太大 还有说我自己 健康能量稍微差一点 所以工作生活上 劳心劳力的 你近期可能会发现 自己已经有精神 一些比较精神不济的 或者常常肩颈酸痛 或者给多一点自己放松的时间 那长期久坐的人 希望你能够偶尔起身 做点伸展超思类的拉筋 靠着墙壁拉筋也蛮好的 你知道吗 久坐会让你生病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天坐在办公室八个小时 起来走动 上个厕所 买个东西 喝个水 休息个几分钟 都可以的 好 改善你的健康状态 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重病的朋友 还是要看医生 打针吃药 好 在金钱上来看 要积极求财 会熟到寝来 也代表说 你只要积极 钱就在你前面 所以金钱能量相当不错 像来喜欢赚钱的属租的朋友 这个月不仅会有 不少赚钱的薪水商机 远方商机更强 海外商机更强 所以如果是做国际贸易 还有跟海外有工作的人 基本上都非常好 能够努力得到满满的财富 所以长期定期的 定期存款 对你来讲也蛮重要 否则大手大脚都把钱花完了 因为猪宝宝 其实有四个生肖要特别注意 富龙的 属马的 属鸡的 跟属猪的 这四个人 经常一己之毛公己之盾 所以你特别要注意 如果家里有三个这种人 就很惨 经常都是一己之毛公己之盾 钱够用就好了 结果真的要急用钱的时候 找不到钱 这个就要特别小心 财富 如果加紧 脚步的正常有偏财 好 手道勤来 幸运色是今年太阳化季 我比较不建议穿黑色的东西 那么你的贵人生肖 除了属兔的属羊的以外 当然今年这个月属蛇的最好 好 比较建议你穿比较亮色系的衣服 比如说褐色的 浅褐色的 灰色的 或者是绿色的 都蛮好的 或者是这个土的颜色 对你来讲都是比较好的 水色的颜色 但是你本面都属水 所以也不能太多水的颜色 谢谢你了 不要忘记了 以上三个生效 好好加油一下 好 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开订阅下小铃铛 祝福你们了 拜拜 好 好 kat